桃園大溪的南星路一段 有一间贸易公司的厂房 在下午一点半起火燃烧 火势非常猛烈 让铁皮厂房是全部复制一具 黑烟也不断向外寸烧 那么临近的国道3号也能够看到黑烟 由于厂房里面堆放大量的口罩 因此助长了火速扩大 燃烧面积大约是60平方公尺 现场没有人员受困 消防队也派出了60几个队员 还有23辆消防车到场关救 就在刚刚两点半左右 把火势全面控制住